各位觀眾朋友晚上好 歡迎收看今夜夜話要說 我是祝生 在今天晚上為您特別邀請來了節目當中的是中國的知名作家莫言 他的當年的一部作品《紅高粱》 相信您已經看過 也沒有看過作品的也看過的電影 但隨後他也有很多的優秀的文學作品 我們今天好好地跟他談一談這些中國的文學 以及他自己的優秀作品 莫言老師您好 你好 你好 祝生 非常謝謝您來節目當中 這次來舊金山是參加的一個研討會 是美國現代語言學會的一個年會 他們是這個年會 歷史非常悠久的一個學會 大概一百年的歷史 是他們第一次邀請中國作家參加這個會議 並且在會議上有一個論壇 兩個小熊的討論會 討論我的作品 我覺得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 而且我也去參加這個討論會 然後看到就是來自美國各地的一些大學的教授 而且很多都是金髮碧眼的 說的中文說的相當好 而且也看您的作品 就發現說您的作品真的是被翻譯成了很多的 就英文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外國文字 是的 是的 大概有十七八個文字吧 主要的語言應該都是有了 其實並不是每一位中國的作家的作品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 幸運 這確實是一個 真的是這麼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從1978年到現在是改革開放30周年 今年反正我們中國的所有的媒體 從電視 廣播 報紙 大家都在紛紛地在回顧30年來取得的成就 都拿我們2008年今天中國的現狀 跟1978年那個時候的情況進行比較 真是不必不知道 一筆嚇一跳 我想文學也是這樣 我們現在回想78年了 78年的時候 有那麼多的禁區 創作有那麼多的困難 再想想今天這種百話其放的狀態 也是感慨萬端了 為什麼現在中國的文學能夠逐漸地引起國際的關注 就不僅僅是我了 有很多的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譯成了其他的外文 那第一點 我想就是說明了中國文學這30年來 確實取得了巨大的變化 跟我們30年前的文學那種比較偏向的立場 那麼現在我們的文學我想關注得更加廣泛 關注的是人類 是站在人的高度上 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來進行寫作 所以我們的作品裡面還是表現了一種普世的價值 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的小書裡面所表達的情感 也是可以被其他的外國的讀者所理解的 那麼我想這就是我們的作品能夠被翻譯出來的一個最根本的基礎 那麼至於我個人為什麼在中國當代作家裡面翻譯的比較多 比較早呢 我想跟電影 跟電影肯定有一定的關係 對 就是當初紅高粱 也就是說外國人看電影 總是被讀小說要方便 電影是輸入於畫面和聲音的 所以我想我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當代文學的走向世界的一個領頭羊吧 就算說應該是跟電影《紅高粱》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下集回來我們就請莫言老師跟我們談一談當初的《紅高粱》的創作 以及他的最近的作品 稍後回來 歡迎回來節目當中為您訪問到的是中國的作家莫言老師 接著跟我們講講當初的《紅高粱》 內部《紅高粱》就是被張一謀導演搬上大螢幕 也對我們中國的觀眾還有以及西方的觀眾 簡直是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而後來也獲得了金雄獎 那是您的自己的作品 代表作 算是 《紅高粱》應該是我知名度最高的一部作品 當然我的成名作是另一部小說 是一個叫《透明的紅螺幕》的一個小說 《紅高粱》是1985年的年底寫作的 1986年在人民文學發表 然後1987年張一謀導演帶了一個班子到我的故鄉山東高密 就開始拍攝這個電影 然後1988年在西伯林電影街上獲得了金雄獎 那這部電影應該是新中國電影的一個李崇碑式的作品 那麼這個李崇碑式的作品現在回頭來看 當然它也有很多可以令人不滿的地方 但是當時這個意義非凡 也就是說我們的電影第一次有這樣的方式表現了這樣的人物 引起了我想西方的觀眾的這種強烈的興趣 同時也讓我們國內的觀眾產生了巨大的興趣 那麼首先我應該講一下這個小說 這個小說在沒改變成電影之前 應該在文壇 不客氣地說是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了 因為《紅高粱》這個小說 第一它描寫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一件事情 以抗日戰爭為背景 但是我寫的抗日戰爭 跟我們過去描寫抗日戰爭的小說有很大的區別 首先抗日的這種主體是一群土匪 我們過去都寫八路軍新四軍抗戰 那又寫土匪抗戰的 而且描寫的這種高蘭地裡面 我爺爺我奶奶當然要加引號了 跟我珍重的爺爺奶奶沒關係 我爺爺我奶奶這種小說裡的人物 他們在當時那個年代裡面所表現出來的那種 個性解放的精神 敢說敢做敢想 是吧 那麼我想在八十年代讓中國的老百姓看來 還是讓他們心靈感覺的一種震撼 因為長期一來我想我們中國人 實際上是在一種集體化的環境裡面生活 每個人的個性在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壓抑 那麼這個突然冒出了這麼一部電影來 宣揚了這麼一種精神 所以讓大家就感覺到心裡面的話 通過這個區道宣洩出來了 所以我想當時全國 我經常可以聽到 妹妹你打單的王劍走 九月九兩心九好九處的 斟斟燒 有這種粗廣的豪喪的草根的 不加任何修飾的 完全發自民間來自民間的聲音 在某種程度上恰好符合了當時的老百姓的心態 我覺得這部電影和這個小說引起轟動的原因 就是它是歪打正著的與當時的社會 與當時老百姓的心態合拍了 感覺是一種感情的宣洩 不管你是做什麼職業 生活在什麼農村還是城市 是的 因為我們過去幾十年 這個社會生活還是不太正常的 每個人的個性的發展還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壓抑 人身自由 即便在農村裏面你要去幹一件事情 都要請假了 那麼就是說像小說裏面和電影裏面 所表現的這些人物那樣 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想愛就 在封建社會裏面 女的要嫁給男人 這就要父母之名媒婿之言的 我奶奶我爺爺 就是小說裏的我奶奶我爺爺 他們那樣自己為自己做主的事情 肯定是離京叛道的 甚至在當時是大逆道的 所以這個小說這個電影 表現了這麼一群人物 表現了這麼一些故事 確實是有一種戰鬥發揮的作用